你要工作 所以剪製要給你 吃我的水果就好 這個是另外一個人性商品 對 這個叫做 紅豆美人 紅豆美人 就東方美人茶加上紅豆 這個真的有一個茶香味 而且這個紅豆就是 渣渣死 台灣Dating 到底是什麼好滋味 其實已經低調地躲藏 在神聖的教堂裡 遇到假日還是被搶購一空 為了解開這人氣美食的真面目 只好跟著大哥 一起去準備關鍵食材 現在是要採水果嗎 大哥 我們剛才坐車沿路來 全部看到這個整座山 幾乎是滿坑滿谷都是這個 對… 這是什麼 是桶桿 桶桿是做什麼用的 是 所以一般的就是季節性水果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人氣美食需要的一個 很重要的靈魂對不對 就是桶桿 對 桶桿 那我們今天要採這個回去 要剪 怎麼剪 你看這樣把它 因為現在不是要賣 有些我先舉的 要賣的話它會取 剪上面一點 上面一點 我先會取葉子 這是要賣的 這一剪就覺得好好看 好像廣告商品 有兩個葉子 今天不是要賣 我們就不要那個 不要葉子 我們直接就這樣就可以 這樣就好 所以我們今天採收就是這個 採收這個就好 我們等一下回去要做 要做 我們的主要的原料 就是這個 很香耶 等一下你可以剝剝快 來吃都可以 現在可以吃了嗎 可以… 那我現在可以先剝再工作嗎 可以 當水果就可以了 這個 你知道橘子其實分 橘子其實分很多種 很多種 現在品種很多 水分很多 你看 亮亮的那個 水珠跑出來了 好香喔 這越棒越好吃 而且水分很多 對… 很香耶 所以現在中時 對 季節了 那我們就再一些回去做原料 再回去 好 那你們辛苦了 你要工作所以剪製要給你 吃我的水果就 然後摘一些回去 好啦 好多水分喔 皮肉分離後的桶乾 要先分別切成小塊狀 接著把橘子皮 放入滾水中煮個一個小時 藉此讓果皮軟化 並去除苦澀味 接著再把果皮 果肉 放入研磨機磨成泥狀 並以小火熬煮六個鐘頭 全程不加一滴水 煮到桶乾的水分完全收乾 最後放入少許的砂糖 這充滿著天然的果香 又帶著蜜香味的橘子醬 就大功告成啦 到底我們的桶乾醬 要跟什麼人氣商品做結合呢 答案即將揭曉 大姐 是不是這個 對 就這個 這個是什麼 橘香蔓越莓 麵包 是的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場景我太熟悉了 我以前對這個麵包也是小有研究 是 這個是發酵了沒 對 發酵過後的麵糰 對 那你說裡面有什麼 橘香蔓越莓 對 橘香不就是我們這個醬子 有啊 它的麵皮也是有拌這個麵香 那我們等一下還要再把這個醬 放進去是不是 對 要包進去 是的 那另外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東方美人茶 對 結合這邊最有名的茶葉 是的 我麵糰會有味道嗎 我們沒有加香筋的應該沒有什麼 對 還是麵粉香 對 比較重的 但是這個裡面 黑黑的這就是茶葉了 對 那我們現在要怎麼把它加進去 我來幫你 這個我平 好 那我擀 然後你來包 好 好 你看 氣泡 對 對 把它擀出去 然後包多少 包的話 看可以包多少 看可以包 那你先示範一個 好 我要不要給你 我先示範一個 它都真材實料 對 因為它 就把它當作果醬 把它抹勻就對了 對 對 然後把它捲起來嗎 是啊 這個捲比較不好捲 這個是不是之後 我們要放在這裡面 當作吐司是不是 對 對 好 那這樣就可以放進去了 對 這樣就OK了 大姐 妳的手法真的很熟練 妳這個當麵包師傅 當多久了 我做六七年吧 做六七年了 我在這裡做六七年 妳的總共的麵包師傅的資歷 就六七年 對啊 六七年前 我是家庭主婦啊 不是麵包師傅 不是 結果我都不會的 然後突然來這邊做 然後做了六七年 現在已經這麼熟練了 對 就每天做就習慣了 難怪當初 我拿到資料的時候說 所有這邊做的麵包 師傅全部都是門外看 對啊 來這邊才學的 是的 妳們看起來很熟練 然後再來 那不然我來幫妳 原來不只這位大姐 麵包房裡面的其他員工 也都是來這裡 才開始學習製作麵包 他們多半是中高0的二度就業者 雖然沒有經驗 但憑藉著誠懇用心 加上不透工減料的態度 每一個手作麵包 都令人感到安心健康 而這些用老麵揉製好的麵糰 還要靜待一個半小時的發酵 讓他們變胖又變高 我們的麵糰已經長大了 對啊 一個半鐘頭之後 已經準備可以進烤爐了對不對 對 那烤爐之前要先噴水一下 是啊 這樣皮會比較酥 會啊 對不對 它也可以上色 好 那我們準備要進爐子了 這個爐子是古色古香 搖烤的 對 一個一個放進去 一個就好 推進去就對了 對 OK 這其實有一些 披薩也是用這種 對啊 一樣 一樣的 好 那我放你推 好 這個爐子的溫度大概多少度 你知道嗎 大概250度 現在裡面有到250度 好 那我們這個 這個放進去之後 到它整個烤完要多久時間 這個只想要半小時 半個小時 好 沒了 用這個 我來 就我來 現在就全... 這個外面就已經有溫度了 當然啦 外面有溫度 很熱喔 這樣可以嗎 可以... 30分鐘 對 人氣麵包就將出爐了 我們再靜待30分鐘 Yeah 簡單的搖烤麵包 卻成了韜客 口耳相傳的人氣美食 大家說 柴燒窯因為少了電子溫控設計 每次烤的溫度和時間都會不同 只能靠現場的經驗來調整 隨著時間慢慢的過去 空氣中散發著麵粉烘烤後的 獨特迷人香氣 天啊 這味道也太誘人了吧 總算看到人氣商品的本尊 極醬蔓月梅對不對 而且這個就是 我們早上去摘的那個 早上摘的那個橘子做的 對 而且這一口搖架去身體 還有蔓月梅跟極醬一起喔 難怪大家會排隊來這裡 這真的是真材實料 而且你那個 你那個果醬吃了 就覺得很安心 因為這是新鮮水果去把它製成的 我只是比較好奇 那當初 怎麼會想要在這個 這麼偏僻的地方 賣這個麵包 事實上我當時 我從小是在這個教堂長大 我小時候會 那時候台灣物質不好 會來這邊 教堂裡面 上教堂主要是 它會分一些麵粉啊 生活用品 小時候只是單純 因為我本身 我就跟著媽媽 並不是天主教朋友 沒有信仰對不對 沒有信仰 只是當早期是這樣 後來這樣做教堂以後 就大概 台灣親戚好了 對 這些鄉民就可以帶來教堂 最後教堂 本來都是客家人家 都去拿相拜拜 最後用一教友 這教堂大概民國七十年代 有開了慢慢慢慢就關起來 沒有中教活動 可是這整個看起來很新耶 就像是一個很文創的地方 這個 所以它有關起來過 有 大概二十幾年 七十幾年一直到九十六年 跟它做 好 但是只是出發點很單純 我想這麼漂亮教堂 對 為什麼好可惜沒有在管理 荒煙漫草 沒有人這樣管理 畢牙又嚴重 都跟教會在談 是不是提供我來做幫它管理 因為其實主要是它小時候 跟你有一個名分 有感覺 然後你看它荒廢了二十年之後 你就想說 要不是重新把它整理一下 對… 可是怎麼會想到要去賣麵包 那個是又另外一個問題 原來當年大哥會在教堂裡 蓋窯烤爐 純粹只是為了幫助一位 患有憂鬱症的朋友 想要藉由他的水泥工專長 蓋一座麵包窯 或許可以讓他走出負面的情緒 沒想到只是偶然的善心和念頭 卻意外讓教堂窯烤麵包 打開知名度 引發訂購熱潮 你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那個吃起來的口感 就像是一個專業的師傅在做 然後這個師傅居然 沒有 沒有 就是那個大姐 當麵包師傅的前身 就是一般嘉賓的麵包 然後來這邊六年之後 居然可以做出這麼好吃的麵包 而且這個皮又酥又香 然後你看專才吃掉 這個是另外一個人際商品 對 這個叫做美人茶 紅豆美人 就東方美人茶加上紅豆 這個真的有一個茶香味 而且這個紅豆就是 紮紮實 紮紮實 我也不客氣了 不要客氣 早上周圍清 這個 你知道這個 在這邊吃這個麵包 會有一種很安心的感覺 對不對 主要是這樣 我們一開始做 那時候生意不好 也是一樣 該都是用現在這一套 這樣做 就符合現在人講 十阿的問題 這個就是最用安全的食材 對 然後完全沒有添加這一些 化學的東西 防腐劑 對 那更厲害的是 這一些師傅們 全部都以前很用心在做 很用心在做 我剛才在後面看到它那個 那個植醬 就是要把紙挑出來 對 它很花工 很費時間 可是你看出來的品質 你在吃它的醬的時候 你就會很安心的 就不用擔心有任何的紙味 很殘剎 所以有時候吃到我們的 那個橘子果醬 所以奇怪 你怎麼會有加工藝嗎 事實上沒有 沒有 你看它熬的時候 因為熬到食量長 水果自然 它就是一個紙香味 自然的甜味 對 所以有機會來到這裡 好好品嘗一下 他們手工做的 很安心的雞醬 蔓越的麵包 真的是人心商品 對 值得推薦給大家 歡迎一些觀眾朋友 鼓勵招呼 沒有 那我也不客氣 我要好好選擇 請用 好 在靜密的教堂 吃著美味的麵包 我咀嚼著 不只是手作麵包的 安心好滋味 還有它背後的溫暖故事 大哥說 為了進一步幫助在地農民 提升農產品的價值 教堂麵包 會加入在地農特產作為餡料 而麵包坊的誕生 更為當地中高齡的朋友 提供了工作機會 小小的一塊麵包 為這個偏僻的農鄉 注入了更多的希望和活力